演習現場阿巴奇武裝直升機發射第一火導彈 九部雷霆2000多管火箭發射場面震撼撞光 士兵模擬敵人揮舞紅旗隱身在紅色煙霧中 軍防演練也包含炮火射擊擊中目標 武漢戰報軍的設施 我們這邊的群舞攤的狙擊首席的台條 敵軍的衛生力後可能安全 軍方這回透過主觀鏡頭看看戰場有多危險 因為速度傳出解放軍福建廣東集結出海中部登陸 以藉助心理戰用品持致敵軍行動招響敵軍 還可以通過心理戰喊話瓦解敵軍戰鬥意志 發揮無形的戰鬥力 而三四旅印製的一張心理戰傳單上就印著這樣一段話 這點小傷或許還可以幫助你 當下次遇到我軍攻擊就不只是這樣了 快放下武器投降吧 努力攻擊當時 接爆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大浪中搭著橡皮快艇就要登陸台灣了 我方防衛部隊立刻緊急就位執行反燈運任務 殲滅來犯的共軍酒力 連殘層的敵軍也被我方守軍當場去隔壁 1-88-84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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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84X2 M1-89-6個聯發射完畢 M1-89-M11動的火炮即將射擊 1、2、6、2、5、2、4 這個漢光34號演習 當國軍兩邊晉升這個戰鬥的時候 你看到畫面上圈起來 一個弟兄還把這個槍背起來 這是我們的國軍 他是在扮演我們的這個國軍的角色 另外一個你看戴紅帽子的 那個就是扮演解放軍 就是共軍 當共軍他拿著那個武器 他拿著T91他也不用 然後就用那個槍托去攻擊我們 把槍背在後面的這個國軍的時候 然後結果國軍再把他拿一個過肩栓 都已經到這麼近距離了 他以為是好萊塢電影啊 所以你為什麼不用槍呢 你槍不用的話 你一開始就可以拿刀了嘛 對啊 你就是各種場景 不要秀那些什麼過肩摔 這個時候還有人有空讓你過肩摔摔到地上 這個距離我就直接開槍殲滅敵人於海灘 不過也有評論認為 漢光演習好像拍電影 或者照文演戲 只有燈光微弱的防空燈發揮著作用 但再一會他們也得想辦法繼續開車 敵人呢可能會採取不同的手段 對我進行偵查和洗擾 說實在講現在所有的人都處於一種相對恐懼這種 特別是隨時都有可能受到這種來自不明情況的等 這個洗擾和打擊 中的一路車隊就暴露在明亮的燈光下 一旦煙霧散去潘殲滅他們很可能面臨巨大的傷亡 事實果然註伐 他們還有獲得勝利 在紅軍的猛攻下藍軍傷亡慘重 他們開始出於被動局面 右邊上來人了 右邊 他紅軍進入咱們那個最遠射程還沒開始 我們就是不同的火力不同的射程 就是保證那個火力不間斷 讓他感覺這個一直在死人 不可能打擊他的信心 南軍一旦我們知道我們藏在這的時候 他用遠程的炮火對我們是火力覆蓋的 李清雯 你試一下 隱藏 側著 通目觀察 右側 別往前走 別往前走 撤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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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槍 你偷 我得偷 偷不要難動 我先走 我先走 打他們快點來打 走 在紅軍部隊猛烈的進攻中 藍軍旅連長顾林寬竟然也被命中 不應該坐下來 我爬來就沒事 走行嗎 你帶一命阻止 去幹什麼 行嗎 一槍過來 有人注意 對第三 第五 第六通路口 行三分鐘 火力覆蓋 執行 轉移至一號射擊位置 近些日 南軍吊起的兩架武裝直升機 又對前沿突破的軍軍進行了精確運輯 這是他們大幅度戰損的 會做出什麼樣的決策 當紅軍一線陣地的重火器 全部被藍軍擊毀後 藍軍已經可以輕易撕開 紅軍前沿的一個口子 全力要出擊打擊紅軍 在藍軍炮兵的打擊下 紅軍部隊的戰損率繼續增加 一號警戒 一號警戒回答 一號警戒回答 一號警戒 傅彦 傅彦回答 傅彦 這是在打仗啊 我在跟你開玩笑啊 我們在這過家家呢 因為很快 上級通報 滲透過來的藍軍 已經偷襲了紅軍一名職勤哨兵 同志們 剛剛接到呂機制通報 我們的二號少尉 李海波同志 被藍軍逮捕了 我希望大家跟我反思一下 這對我們聯隊 對於我們牌來講 簡直是齊齊大 藍軍記下我們的坐標 就可以通知他的這個炮兵火力 要通知他的這個前沿偵查 直接鎖定 就可以整個一個炮火覆蓋 識別暗令 在這 暗令 忘了 送身 別搜我 都自家兄的 別動 按照正常程序 我們即使是一個單位的 也要注意盤 這是在打仗啊 我在跟你開玩笑啊 我在跟你開玩笑啊 我們在這兒過家去哪 打臉